歡迎來到互動考古遊 你可以把自己拍照變成主角唷 這個是互動考古遊 那我就可以點這個拍照 那一按拍照 它就會立刻變成了一個全螢幕的方式 那像我現在就可以 把我臉拍進去 那只要看著鏡頭微笑 就可以把我拍進去了 那現在拍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要繼續互動考古遊囉 恭喜您成為考古探險員 移動左側的轉盤 並點選地圖上的白色亮點 就可以了解這個文化喔 我們可以選不同時期的 看它的時期的特色 還有它分布的據點 那譬如現在我們看新時期時代的中期 那就有這些的文化 隨著轉盤往下捲的時候呢 這邊的數字也會改變 那清楚的告訴大家 新時期時代晚期 距今多少年 譬如我要看鐵器時代 那就會 調出距今兩千年 那這邊就有很多鐵器文化 鐵器時代的文化 那我就可以點這個 觀看十三韓文化的介紹 或者我可以 再往前推一個時期 然後來看圓山文化 然後來看圓山文化 那就可以用圓山文化的一些介紹 移動左側的轉盤 並點選地圖上的白色亮點 就可以了解這個文化喔 當我把這個轉盤轉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得到這邊地圖 地圖上面呢 就有這些文化的分布 它會有變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不同時期 這些文化變化 這些文化它分布的變化 另外 這邊也有做一個有趣的畫面 就是這個代表文化城 所以我們這邊 就是這個儀器呢 它就是往下探照地表 從地表往下探照 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時期 文化城它的樣貌 那也可以看到不同時期 它到底距今多少年 在所有互動過程中 如果對於互動的過程有問題的話 可以點每一關卡都有這個提示 移動左側的轉盤 並點選地圖上的白色亮點 就可以了解這個文化喔 所以每一個關卡上面呢 都會有這個提示教學的動畫 清楚的告訴大家 這個關我們要怎麼去跟它互動 那在觀看的過程中呢 如果我不想聽音樂 我可以把音樂關掉 那想聽音樂再把音樂開啟就好 那如果我想要看其他的 我想要看其他的文化的時候 我可以跳著看 這邊有個選單的按鈕 我只要把選單按鈕點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來 像現在是看時空挖挖挖 那譬如現在我要看 時期大不同 就點時期大不同 就會連到時期大不同的互動 拿錯的話 他就會自己彈回去 當我放對了時期 那對應到他正確的使用方式的時候 就會透過動畫來表現 如何去使用它 我們這個圖像的利用 我們這個互動的設計就是 把中間使用的時期挖空 然後透過這邊不同的時期 讓我們去選擇 到底哪個是正確的 那除了播放動畫動態以外 右邊還可以有一些資訊的介紹 清楚告訴大家 這個時期是什麼 他會不會看這個 D었ensi 你自己要沒有關係 知道嗎 你不要幫我 這個圖像是 當我回答到 超過一半以上的 食器正確的使用方式的時候 我就可以到下一關去玩 還可以累積點數 移动左侧的转盘并点选地图上的白色亮点 就可以了解这个文化哦 我也可以点选单 然后来看淘气对异 选择对的一种动作并拖曳至棋盘空白处 之后可以进入下一个动作 这上面的人偶都可以滑动它 然后把它放到对的棋盘上面 像我放这个就是错的 那它就提示我们拿错棋子了 那互动方式我们可以参考这边的 什么土或泥呢 那譬如是这个 可能是柴土 柴土或泥 所以这边空白的字 我们可以找这边的关键字 像什么跟形有关 就是硕形 那风 风就是风干 酱木就准备要烧桃了 都放对了 接下来棋子都会动哦 恭喜您过关了哦 当所有的关卡都过关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领证 我们来看看 点的领证会有什么出来呢 原来领证呢 就是刚刚一开始我拍照的时候 那出现了这个画面 那就会变成了一张 email回去的证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